那么后来看了看查一下相关的数据 实际上在投入战斗中的时候35级 他的实际兵力到不了1万5 实际投入兵力是8000多的水平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防污面里面 我是王文飞 俄欧冲突 有很多人有疑问 这俄罗斯的兵力怎么就觉得不够用呢 特别是最近俄军第35集团军 最后只剩了几百人了 那俄军他的整体的军事上的力量 特别是兵员 为什么会出现捉襟见走的情况呢 今天呢 我们请来了刘晓飞先生 请他呢 对俄罗斯兵员目前的状况 做一个分析 其实说35集团军 剩几百人这个说法 好像也没有一个特别确实的一个证明 只是一个说法而已 我看了一下 准确的说法应该是什么 就是35军的两个旅 两个旅可能剩的兵员不多 这是一个说法 当然我们也没有证实 那么后来我第一反映是 35集团军一个集团军 原来满边的时候不是一万五千人吗 怎么可能说是一万五千人 打得剩的几百人 不太可能 就算他遇到了这个乌军的阻击 或者反击也不是这样 那么后来看了看 查一下相关的数据 实际上在投入战斗中的时候 35集它的实际兵力到不了一万五 实际投入兵力是八千多的水平 这样的是俄罗斯军改之后 集团军和过去的集团军不是一回事了 是以旅集单位和营集单位为主要的编制 一线步兵参与巷战的那批步兵 可能会损失大一些 这两个旅可能损失多一些 并不是说整个这一个集团军 八千多人就净剩几百了 不是这概念 而且这里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他们在北断尼斯克 整个方向进行战斗的时候 据说是遭遇了西方的雇佣兵的 这种阻击或者是反击 然后损失比较大了一点点 那么这个消息是不是真实的 我们也不敢说 但是有消息传出来 说西方参与这帮雇中兵 有不少是在西方特种部队退下的老兵 那么这可能跟俄罗斯的 从义务兵临时签合同签成合同兵的这个人 他们在平时的训练上 装备上可能差距确实是会大了一些 那就意味着西方和俄罗斯 他们的预备制度可能是有区别 一个是预备制度可能有区别 而是可能他们平时在意的时候 训练强度也是有区别的 我现在看到就是俄罗斯一年军费 大概也就600亿美元 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维持核力量的 那么分配到部队来讲 飞行员一年能飞多少小时 这就是个问题了吧 装甲部队 一年能有多少摩托小时的训练 这也是一个问题了 部队的射击训练搞得怎么样 这也是一个问题 就是我看到有一个俄军士兵 在写的一个日记 他说有一些个新的合同兵 上战场的时候 机枪可以打 但是那快慢机怎么去波动 他都不太熟悉了 但是这个文章真假 我们现在也不是不太好 这个识别 他的这种合同兵啊 其实呢要看是干什么的 不管哪个国家 凡是当兵的 并不是说打枪都很好 甚至一年可能就摸个一次两次枪的 这样的兵也很多 对 而俄罗斯呢 可能这样的情况呢 也许比别的国家更严重一点 经济上可能会有限制的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后备役力量 我们看到俄乌的这个后备役啊 他跟这个像美国或者一些西方国家的后备役 也不太相同 你像乌克兰的三级动员体制 他的一级一线部队是保持长备的 二线部队也是推武兵组成的 每年大概是有这个三个月左右的回营方训练 三级预备役体制 是每年要回部队训练一个月 那么他们训练装备条件的 实际上跟一线部队差距就非常大 那么我看到美国 他的这个预备役 他的国民警卫队 跟他的一线部队基本上的训练要求装备是相同的 就说一线部队人可能只有四十几万 但是后续近百万的后备役部队 他的一旦是进行方开始训练的时候 他跟一线的训练标准完全相同 装备也相同 所以这样的一个后备役部队力量 想转化成一线部队是非常快的 当然还有钱呢 美国体制啊 决定了这个国家呢 他的训练体制比较健确 刚才你提了 比如说美国国民警卫队 国民警卫队也有什么F16F22飞机啊 BR都有啊 BR都有啊 这样的话呢 他基础训练当然就比较扎实 所以说经济是军事发展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因素 另外呢就是 我觉得就是咱们国内有的时候也考虑一个东西是要改变了 就是在民兵预备役日常的训练上 我们应该是逐渐逐渐的在民兵预备役信量 逐渐要贴近现代化 做点思想 做得化样式 这样我们的民兵预备人员一旦转为这个正式部队的话 他应该能够现代战争样式马上接着鬼 当然了我们不可能像美国人那样 美国人那些从小就开始互相拿着枪对着打 他们属于在斯巴达市的国家里边生活 能长大都不容易 所以从小会玩枪 这个呢我们倒是不用羡慕人家 我们有我们的体制 但是有些东西还是可以考虑向美国学习借鉴一下 就是美国这么多的私人飞机航校低空开放 它能够给空军储备大量有飞行知识基础人员 这些个民间飞行员如果有朝一日需要的话 转成空军的运输机战斗机飞行员 那个训练的这个基础还是不错的 所以可能在这个领域 倒是我们未来可以考虑通过模拟也好 通过无人机也好 普及航空知识也好 去提高一下 当然我们现在已经走出这一步了 我们现在也有少林军校了 比如说海军少林军校 空军少林军校 这一步呢我们已经走出去了 当然了更重要的是强化我们的国防意识 自己能够找到一个独特的本领 未来到部队或者有战争需要的时候都能用得上 我们要接受俄罗斯的教训 把我们国家的UBE搞得更扎实 好 今天这个话题我们就聊到这儿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访问》里面 下一期我们再见